终于华为这两天有了转机,好讯息接连而来,之前风风火火的打压,依然没影响华为5G建设的进度。 据悉,在当地时间周四,英国广播公司BBC使用5G网络直播了早间节目,这是英国首次使用5G信号的电视直播。 该信号是英国电信巨头BT旗下的异议运营商提供,该节目主持人在自己的个人账号上向镜头对准华为装置说道,就是它,能够支援我们进行全英首次5G电视直播。 事实证明,英国没有抛弃华为5G。 在昨日,华为在韩国首尔低调,举行建立5G研究中心试出会。 这将会是华为在全球首个开放的5G服务中心。 此举表明了华为与韩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决心, 并实现向韩国购买晶片和荧幕等零件的承诺。 除了欧洲和亚洲来的好讯息, 这几大联盟也恢复了华为资格。 华为在欧洲智慧财产权局申请了Autos方舟作业系统商标。 华为在宣布推出鸿蒙系统后, 谷歌表示,将在放宽了限制之后, 将会撤销与华为暂停合作这一决定, 并且尽最大努力挽回和华为之间的关系。 WiFi联盟恢复华为成员资格。 近日,华为重新出现在了WiFi联盟成员名单之列。 WiFi联盟之前表示, WiFi联盟完全遵守最近美国商务部的命令, 但并不是撤销华为技术会员资格。 WiFi联盟是暂时限制了华为参与该专案所涵盖的WiFi联盟活动。 Bluetooth Thick蓝牙技术联盟,恢复华为成员资格。 5月29日,从蓝牙技术联盟的官网上看得到, 华为又重新出现在了其成员名单中。 JEDEC恢复华为成员资格, 也是在5月29日。 在其JEDEC官网中, 华为重新成为JEDEC协会成员。 在外媒5月24日的报道中, JEDEC发言人说, 2019年5月17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通知JEDEC称, 它已决定资源暂停其在JEDEC的会员资格, 直到美国政府的限令被取消。 这些跨国的行业标准组织, 原本都持技术中立的立场。 但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后, 都迅速宣布, 暂停华为成员资格。 最近的华为事件一直在博弈中, 一切都处于变动中。 5月26日, 从官网查询发现, 华为已从FD协会、 外围部件、 互联专业组织两大标准组织官网的会员名单中消失。 当时业界普遍认为, 这两家全球性的产业组织联盟, 因为美国禁令, 将华为排除在外。 但仅仅过了四天, 两家以将华为的名字, 重新加入到会员名单中。 5月30日, 再次谈询发现, FD协会会员名单中, 华为的名字又出现了。 对此, FD在一份邮件中解释, 华为的会员资格从未被取消。 我们有过短暂的升级, 这是为了确保符合美国商务部的要求。 华为名字在官网显示, 是由于技术原因, 这两天关于全球标准组织、 技术协会, 对华为的态度, 持续引起关注。 人们才知道, 原来华为等中国企业, 已经如此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制定的标准制定中, 同时也关注到这些组织的总部, 发起者, 基本都是欧美企业。 在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 欧美企业确实积淀深厚, 需要我们看到差距, 国内还在追赶之中。 各类说法真真假假, 反反复复, 一方面可能是各公司机构出于美压力, 进行排查血润。 华为和产业链也在进行沟通中, 这中间还有环冲地带, 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最近的采访中说道, 美国政客做这个工作, 可能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有一些边缘产品没有被开, 这些产品迟早本来就要淘汰的, 这些有影响。 但在最先进的领域, 不会有多少影响。 至少5G不会影响。 不仅不影响, 别人两三年也不会追上我们的。 无论华为在5G技术上投入的时间, 财力还是专利的获得上, 其他企业都是无法比拟的。 最近华为的名字, 悄然出现在被除名的名单上, 正是印证了这一点。 毕竟没有人会拒绝最先进的技术, 这一次华为被免费的广而告知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 你怎么看呢?